国内疫情警戒标准提升到第三级 全民自发性减少外出 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 而这也连带造成全国捐血人数是急速下降 根据台中捐血中心的统计 截至22号上午 台中地区的血库存量只剩不到4天 堪称是20年来最惨 因此中心也希望行有余力的民众 在做好自身防护之后 也能一起来晚袖捐血减少缺血危机 志工帮民众一量体温确认十联制登记 本土疫情扩大 冲击民众捐血医院 根据台中捐血中心统计 截至22号上午 台中地区的血库存量只剩4天不到 堪称20年来最惨 甚至比SARS发生时还要更为严峻 疫情的升温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血液的库存量也有降低 但是不至于像这一次这么低 因为这一次真的就是 全台湾都是拉起警报了啦 所以变成说民众在于 军血的部分跟自我保护的部分 都会有所担心 那出来军血的人就变得会比较少 中心表示过去中张投云4个县市 每天的供血量大约要有1800袋血 但受到疫情冲击 血库存量拉警报 目前除了协调医院减少非紧急的手术之外 也需要呼吁民众在做好自身的防护后 能够多多响意捐血减少缺血危机 今天就看到那个什么新闻说 有血库剩下三四天的分量 所以要出来捐一下 我在新闻上有看到 我在呼吁刚好我想 刚好我这个血型他也很缺 所以我就赶快赶过来 今天打算捐多少 500 我们要上车之前也都有消毒坛 那每一位军血人使用完毕之后离开 的所有的座位 我们的护理师也会用酒精喷杂跟消毒的防疫措施 那民众的部分只需要做好 就是说我们上车前量体温跟手部消毒 没问题的话口罩我们一律都是戴着 那这样的话其实在防疫上 已经可以说是不用担心 中心也表示若是民众对于捐血车 存有疑虑风险的话 也能够选择线上预约捐血定点站 现场会以人流管制方式 拉开社交距离 希望让民众能够安心捐血 继续武汉台中厂报道